你好,欢迎你步入Math学院的包头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我将为你解析包头网站开发实例 一个基本的互动学习系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互动学习系统的界面演示 这就是本互动学习系统的基本界面 它的主页共分为四个功能区 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一个功能区 就是用户注册登录这个功能区 这个功能区主要执行的是用户的注册和登录任务 第二个功能区为学习主题的显示区 显示当前教师所添加的所有学习主题 第二个功能区就是主题的显示区 当用户或者是学员选择某一个学习主题时 在中间这个功能区就会显示这个学习主题下的所有提问 这个功能区为互动讨论区 也就是用于学员之间或者是学员与教师之间进行相互讨论的区域 下面我以管理员用户来登录这个系统 可以看到当管理员用户登录之后出现一个管理学习主题的这么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就是用于管理员用户管理学习主题 就是删除学习主题和添加学习主题 当管理员用户登录时 此时在主题列表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可以回答问题 也就是管理员用户也是可以对这个主题的问答进行回答的 在互动讨论区域管理员呢也可以进行提问 以及呢参加学员的讨论 当管理员用户进入管理学习主题页面时 可以看到学习主题页面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主题的列表 通过单击这个删除按钮 我们可以删除学习主题 通过在添加学习主题的这个区域 我们填写表单可以添加学习主题 比如我们这里面随便填一个学习主题 我们这里面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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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添加学习主题按钮 这次可以看到这个学习主题已经被添加了 那么这是管理员用户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普通用户的注册与登录 我们退出管理员用户 首先以普通用户的身份来注册一个 当用户注册完成后 就直接进入了主页 然后呢 已经登录 那么此时呢 对于普通的注册用户 我们看到他可以回答问题 也就是提交对学习主题的问题的回答 也可以在互动讨论区进行互动讨论 进行互动讨论 可以提交问题 单击提问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QIZ 也就是我当前这个用户提问 也就是他的讨论问题提出 那么当然呢 也可以进行回答问题 这样呢 回答问题就会出现在这个下面 那么这是普通的注册用户 可以进行的相应的操作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这个学习系统的基本程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学习系统的数据库程序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访问数据库的类 和上一个案例是相同的 我们仍然使用CQLAT3 作为这个数据库的支持 简接着定义的是一个初始化数据库的函数 这个函数用于建立各种学习系统所需要使用的表 第一张表是保存学习主题内容的 第二张表是保存学员对这些主题内容的回答 也就是他的答案都保存在这张表里面 第三张表是建立一个学员资料的表 学员的注册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 以及他的用户类型都保存在这里 紧接着我们用CQL語句来建立了一个管理员用户 然后是自助讨论区的问题表格 然后是对自助讨论区问题进行回答的答案 这张表格 最后我们用话语句来循环执行这些CQL語句 建立各种表格 接着是学员的模型类对象 这个和上一个案例是相同的 这个类是学员讨论的模型对象 用于将学员讨论的问题保存入数据库中 还有呢从数据库当中把它提取出来 这个数据库模型对象是用于 学员对讨论问题的回答的 也包括将讨论问题的回答保存入数据库 然后呢取出对应的回答 这个类是学习主题类 它用于保存学习主题 还有呢从数据库当中提出学习主题 删除学习主题 更新学习主题等等 这个类是用于学生回答问题的模型 它包括将学生回答的问题 存入数据库 取得学生自己的答案 以及判断某个问题 这个同学是否回答过 这就是数据库模型 在业务函数中 当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数据库访问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调用这些模型类就可以了 要想建立这个学习系统的误物器程序 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务逻辑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它的基本业务逻辑 第一个就是复杂的主页 它的基本业务逻辑 如图 首先 这个主页分为两个请求 一个请求呢 是get请求 一个呢 是post请求 当主页收到get请求时 使用cookie来验证是否登录 类登录的状态下 我们显示登录表单 显示学习主题 以及当前的学习主题的具体提问 以及自助讨论区的问题解答 和问题 如果是已经登录 也就是通过cookie来验证 用户已经登录的话 此时显示用户的登录信息 也就是用户名 学习的主题 当前的学习主题 包括已登录学员对当前主题的回答 以及回答问题用的表单 自助讨论问题的解答 那么显示提问表单 也就是登录用户可以呢 在自助讨论区进行提问 显示回复表单 那么登录用户可以在自助讨论区 回复别人的问题 那么对于管理员 还可以显示管理员的相应链接 这是get请求 当主页收到host的请求的时候 此时会接收表单数据 并且通过表单数据来验证登录 如果是未登录的话 那么此时和get请求的未登录状态是一致的 如果是已登录 那么同样也要显示登录的用户信息 学习主题 当前的学习主题 以及已登录学员到于当前问题的回答 和回答问题用的表单 自助讨论问题的解答 和显示提问表单 显示回复表单 如果是管理员用户 也要显示管理员用户的相关管理链接 那么对这些表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业务逻辑 首先登录表单的业务逻辑 也就是 当用户未登录时 显示登录表单 那么此时呢 如果用户填写登录表单 单击登录 那么发出的是post的请求 这个post的请求 仍然是针对主页的这个请求 也就是回到这个位置 那么对于未登录用户 那么他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是一个业务逻辑 第二个业务逻辑呢 就是对于已登录学员 对当前问题的回答 这个表单 那么当用户在表单当中填写 答案并且单击提交的时候 此时请求的地址为 add question 那么对于这个地址 就会接收学员的答案 并且呢 将它保存到数据库当中 然后呢 转回到主页 第四个是讨论问题区的提问表单 这个表单当你提交的时候 会转向askhelp这个URL 由askhelp这个URL的业务逻辑 来接收讨论主题的问题 并且呢 乘入数据库 然后转回主页 最后一个表单 就是回复表单 这个回复表单 当用户填写 对相关讨论问题的回复以后 它会转向 add answer这个URL 那么这个URL呢 它的业务函数 会接收讨论内容 并且呢 转回主页 这就是它的基本业务逻辑 大致呢 分为 一二三四 四个转向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复杂主页的业务函数 这个服务器应用程序 实际上是以上一个案例为基础的 也就是我们将上一个案例 直接拷贝过来 然后呢 在它的工程基础上 可以添加的 在这里 这些比如 退出 注册 以及 验证码 这些部分 都是呢 从案例一中 直接复制过来代码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页的基本业务逻辑 从18行开始的这个代码 就是首页的业务逻辑 我们看到 它用了两个root装饰器 来进行装饰 那么也就是说 两种访问方式 一种访问方式呢 就是直接访问网站的根 第二个呢 就是根带一个数字 也就是直接访问某个学习主题 当然 它们都支持 GET和POS的请求 也就是POS的请求 用于呢 接收用户登录的数据 而GET的请求 通过Cookie来验证 用户是否登录 首先 这个首页的业务函数 有一个默认参数 SID等于1 也就是当我们 以第一种URL形式 来访问它时 此时SID默认等于1 也就是当前的学习主题 为1号主题 如果以第二种形式的URL来访问 此时呢 会将匹配到的SID 作为当前的学习主题号 因此我们通过这种动态URL 可以直接访问 或者说参加某个主题的学习 方便用户输入对应的URL 在这个业务函数的一开始 获取了所有的学习主题 以及所有的讨论问题 它用于在首页中进行显示 紧接着来判断 如果是收到GET请求的话 我们看到通过从Cookie当中 获取用户名 ID 以及用户类型 然后呢 将它传到Template 这个模板住手函数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模板当中 是如何对这些变量进行处理的 首先 ifName 也就是如果名字不为空的话 肯定是用户已经登录了 此时呢 我们会显示 你好某某某 那么并且呢 还给它了一个退出的这么一个链接 如果 如果用户已经登录 并且呢 是超级用户 也就是user type 等于1 此时我们显示管理的链接 也是管理科学主题的这么一个链接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也就是这个else 后面的功能 显示用户登录的相应的表单 包括 输入姓名 密码 以及见证码 等 当用户提交这个表单的时候 此时会以poss的请求方式来访问首页 在首页的第二个工程区就是显示当前所有的学习主题 我们看到通过一个负号语句来辨历所有的学习主题 并将它显示在学习主题列表这个工程区当中 下一个部分就是显示当前的学习主题 那么它的标题 以及呢 我的答案 也就是如果是用户已经回答了 那么此时呢 就显示它的答案 紧接着是互动讨论区 那么也就是如果已经登录的话 我们就会显示提问的表单 那不登录呢 肯定它就不能提问 就是没有提问表单 同样呢 如果是用户已经登录 它就会显示回复的表单 那么没有登录呢 就只能显示当前的讨论问题 这就是get请求 当用户发来post的请求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post的业务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 获取用户输入的验证码 紧接着将cookie当中的验证码进行删除 以保证用户不会重复提交 然后是获取当前的sid 也就是学习的主题号 并且呢 验证用户的验证码 然后对用户的姓名 以及密码进行验证 也就是验证用户的登录数据 如果验证成功 那么就是用户登录 作为此时 我们使用获取用户前的表单数据 使用了getunicode 表示呢 我们获取的这个表单数据 它是一个unicode的编码 这是boto这个框架当中 对中文字符上的处理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如果我们直接使用 前面章节当中说 直接使用的get这个函数的时候 会出现中文字符乱码的问题 这地方呢 务必兴起注意 紧接着 如果用户登录成功 此时我们会提取用户当前对 对当前问题的回答 并且呢 设置cookie 也就是把用户的相关信息 设置进入cookie 这样呢 再次返回这个template对象 也就是呢 将这个html代码这个模板 转回给用户 下面我们来看 与这个主页相关联的 其他的三个业务逻辑 也就是这三个业务函数 第一个业务函数 接收学员提交的单 并存入数据库 也就是我们通过 requestforms.getunicode 来获取用户提交的单 以及用户的ID号 和当前问答的ID号 然后呢 将它直接保存 保存完以后呢 转向到主页 并且转向的主页 是当前用户回答的 这个问题的主页 然后是接收提交 需要讨论问题 并存入数据库 这个业务逻辑 在这个业务函数中 我们以同样的方法 获取表单数据 并且呢 转向到用户刚刚访问的 这个 主题 第三个是接收提交 对讨论问题的回答 并存入数据库 它的业务逻辑和上面两个 是相似的 下面接着来看 主题管理页面的业务逻辑 如同所示 如果是get请求的时候 首先对用户进行验证 也就是验证用户是否是管理员用户进行登录的 如果是管理员用户进行登录的 就列出主题列表 并且呢 有添加主题的这个表单 如果是Post的请求 仍然要验证登录 并且呢 并且对管理员提交的主题表单信息 进行获取 然后呢 保存入数据库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代码 这个业务逻辑的具体代码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第127行开始的 这个业务函数中 这个业务函数 由两个URL装饰器来进行装饰 第一个URL装饰器用于 删除某个学习主题 也就是当我们以第一种URL形式 来访问这个业务函数时 此时就是自行的是 删除某个学习主题 以第二种形式来访问这个业务函数时 有get和post的两种请求方法 第一种 当是get的请求方法的时候 我们直接返回这个模板 所生成的html代码 包括当前所有的学习主题的列表 以及添加学习主题的表单 如果用户填写添加学习主题的表单 此时呢 提交 提交以后呢 就是以post的请求来访问这个业务函数 以post的请求来访问业务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获取管理员提交的这些数据 并且呢 将它以问题的形式保存在学习主题这个表格中 然后呢 返回这个页面 在这个业务函数的一开始进行的是用户验证 也就是只有当用户是管理员用户的时候 他才允许访问学习主题的管理界面 以及添加和删除学习主题 否则的话呢 会直接转向到主页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 在用bottle这个框架进行外部编程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们首先要建立数据库业务的逻辑 也就是将数据保存入数据库 以及从数据库当中查询获取数据的相关业务逻辑 然后建立业务函数 最后是建立相应的模板 这个互动学习系统 我们就为你解析到这里 感谢观看